哈囉各位MyEar的粉絲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耳機分享時間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許多的新的耳機資訊喔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什麼呢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美國品牌J-LAB的平價高CP值 降噪真無線藍牙耳機 J-BOX AIR ANC 那由這款耳機呢 是由J-BOX AIR這款爆賣的真無線藍牙耳機進行升級 那它的差異在哪邊呢 首先藍牙版本來到了5.2 改善了使用者體驗 更減少了整體的延遲 那由於藍牙5.2的低功率電力控制 在一般藍牙模式下連續使用的時間 也進步到10小時 那總續航時間高達40小時呢 那跟前代一樣 有著IP55的反水等級 附上五組不同的耳塞可以選擇 但雙耳也能夠自由切換 從連線技術切換時才可以無縫接軌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本體的部分 一樣跟之前的一樣大小 其實不會差太多 那它的盒子呢 稍微厚了一點點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是跟之前一樣 很貼心的附上這個 支撐的這個矽膠環 那這個呢可以幫助你今天在配戴耳機的時候呢 可以有效的增加它的摩擦力 讓它可以浮貼在耳朵上面 那比較不會造成 帶震無線耳機有可能會有掉的情況 那除此之外要值得介紹呢 JLab他們家有很奇怪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它跟人家不一樣 它多了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它的USB充電線 它會坐在這個充電盒的下面 這個有個好處就是方便 今天有時候你出去的時候 可能會忘記攜帶線啊 或是可能線容易用久了容易去壞掉 那它直接跟盒子坐在一起 它就可以減少這種情況 所以其實帶起來的話是非常的方便 那JBOX AIR ANC呢 它使用的降噪是智慧主動降噪 耳機會根據使用者所在的環境 調整降噪的強度 那在一些固定的機械式噪音啊 好像是冷氣壓縮機 電腦的主機噪音 空氣清淨機運轉聲 都能夠達到相當半的反饋 周圍人生方面也可以很有感的降低血多 所以如果你在聆聽耳機的環境很吵的話 其實買ANC版本啊 在你的聆聽時的感受上 其實會差蠻多的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它除了抗照之外 太多的一個環境音模式 就是在很多場合 如果你在外面聽耳機啦 需要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的時候呢 使用上也會比較安全 那聲音表現 比起原本的JBOX AIR 是有點聲音類似 但它聲音的飽和度再更好一點 最大的進步就是它的低音 原本來講的話會覺得有點偏多 那這次的低音顯得比較集中扎實 那一樣是搭載ZLab標準的三種EQ模式 分別是經典、平衡跟重低音強化 那都可以從它的觸控面板這邊去做調整 那還可以隨著用戶的聆聽習慣風格去改變 令人驚喜的是多出了它的電影模式可以選擇 那這種模式下 如果今天你是要追劇看電影 或是打手遊的話 它的延遲性也會降低的非常多 那這款耳機呢 它的操作功能上非常的多 也非常方便 從音量選取 甚至是EQ模式的切換啊 降噪開關 通通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因為它是觸控的方式 那其實現在很多真無線耳機也都做觸控方式 所以有些人不習慣的時候呢 其實有時候會不小心觸碰到 不是自己想要的功能 所以自己在使用這種 就是 觸控的耳機的時候 變成說需要多花一點時間 來熟悉自己原本的 想要使用的手勢跟節奏 所以還沒有使用過真無線耳機 又或者想體驗主動降噪的粉絲們 非常推薦可以入手這款耳機 當作是第一副藍牙耳機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在這邊 有粉絲有問題的話 或是有想找什麼樣的耳機 都可以視訊我們粉絲團 目前門市的活動也持續進行中 想了解更多的話 那就趕快來跟我們臉書屋的小編 敲敲話吧 掰掰